把你的孙家伙一起搬走开 我不要你 年迈的父亲报警 请求警方从家里把年近40岁的儿子搞走 他的儿子为何要这么做 为何要一直啃老呢 或许许多人都不相信 男子实际上竟然是一个博士 向警方报警的男人是这位博士的父亲 男子叫做李明亮 父亲已经50多岁了 而他只有37岁 可是他这么一个大小伙子 却成为了父母的累赘 几年前 他是向李唯一考上博士的孩子 家里人都为他骄傲 可是短短几年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李明亮 不仅没有在城市里找到工作 反而直接收拾行李回到了家里 之后成为了一名啃老族和宅男 1978年李明亮出生在 江西的一个建当利卡家庭 虽然条件不好 但父母却对这个长子非常上心 很快他很快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慧 在念书的时候老师就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每个学期都能拿回来不少的奖状 而自己的孩子这么优秀 父母也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家世代务农 他们只有勉强的粮食收入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 相信以后的日子一定不会能 可是如果要供养儿子 继续读高中和大学的话 全家人都必须勒紧铺腰带 父母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让孩子继续读书 因为他对学习表现出的热爱无人能及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拿着一本书就能安静地看着十几个小时 父母看到孩子如此用功 也就放下了心拼命地工作赚钱 而且这个家庭中的妹妹也非常善解人意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 还没等初中念完就直接辍学外出打工 这样不仅能够省下自己的学费 反而还能让大哥好好多说 正常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家庭的牺牲 才换来一个人才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势力明亮 很快就放弃了继续求学 反而回到家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把你的孙家伙一程 搬着开 我不要你 37岁博士不愿工作窝在家啃老 为供学费 父母连张床都买不起 在初中毕业之后 他就被保送到当地的顶尖高中 而且为家里省下的学费 就算有许多聪明人在身边 他的学习依旧名列前茅 就在高中的时候 他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存在天壤之别 因此必须要发奋读书 考入同一所大学才能改变命运 而他的努力也让他有所收获 高中毕业之后 他顺利来到了湖南的一所985大学 在大学里他两耳不闻窗外式的学习风格 却遭到了排斥 因为在大学里面 他有些不太适应办社会化的生活 在大学不仅仅要读书 更重要的是如何与社友和导员相处 而且许多人都知道 一旦上了大学意味着 你的学习时间 可能还没有用于社交的时间长 然而李明亮并没有放弃 幸好他报考的是文学专业 因此他就借口远离社交 在本科期间 他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专业 老师非常欣赏他 认为他很适合继续搞研究 他就获得了本硕连读的资格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他成为了一名硕士生 而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勤奋 发表过好几篇导师认可的论文 大家都认为他会拿着保送资格 继续读博士的时候 他却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他要放弃保送 备考四川西南一所大学的文学博士生 李明亮此时向父母表示 在读博期间学费和生活费 都会好好地记下来 毕业之后再还给父母 父母最终无法扭转他的心力 只好四处借钱供他读书 在他读博期间一直是妹妹供养他 就算如此家里还是欠了别人四万多块钱 把你的孙家伙一成 搬折开 我不要你 37岁居英博士 宅家啃老不愿工作 父亲气得四次报警 2004年李明亮成功考上了博士研究生 这让村里的人们都非常羡慕他们家 然而这个小伙子竟然选择 在九年之后回到家 就在2013年本该在四川好好读书的孩子 却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直接敲开了门 父母面对突然回家的儿子非常震惊 但他们非常惊奇 因为孩子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可是没想到儿子竟然 拿着一大堆的行李回到家 在父母的追问下 只好表示他向学校申请了一页证书 表示自己身体有问题提前退学 他父母听了他的话 非常担心他的身体情况 在他回家的几个月之后 母亲习惯性地好好照顾孩子 而李明亮则继续以前的生活 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 可是时间长的 父母都开始为他的职业感到担忧 他们以为儿子身体好转之后 就会开始生活找工作 可是没想到孩子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睡觉 时间一长 父母都开始有些反感 父亲看到儿子懒散的样子 终于把他臭骂了一顿 要知道父亲为了还债不得不每天做小工 要知道他都已经五六十岁了 他的事情很快就得到大家的关注 而他也借此机会表示 自己不善与语言交往 只适合学习 因此有一些心理疾病 他表示在学习过程中 自己的身体被抑郁所清洗 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自比 因此就选择退学 为了帮助他们家 有社会的热心人士 给他联系了医生 医生表示他需要循序渐进 加强和外界的接触 然而究竟到了什么时候 他选择重回社会并并没有人知道